拜登回应 瓦格纳叛变与美国无关 预风高温取卷多周 德桑蒂斯计划取消出身公民权 上周末闹得沸沸扬扬的瓦格纳叛变行动 险些闹成俄罗斯军事政变 不过如今双方眼齐息鼓 拜登总统也在今天正式回应称 这场军事行动与美国无关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廷则开始对瓦格纳下手 强调士兵们可以加入国防部 返乡回家或移居拜俄罗斯 上周五瓦格纳雇佣兵团的负责人普里格金 声称自己的士兵遭受到了俄罗斯国防部的轰炸 导致上千人死亡 他也因此调转枪头向北推进 要求国防部长赵一谷引咎辞职 由于俄罗斯军队都在欧克兰前线 因此后方十分空虚 瓦格纳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下了多个俄罗斯重镇 甚至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莫斯科的城下 但就在此时 突然普里格金表示 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下 他也均与俄罗斯达成了和解 并且将自己的士兵带到了白俄罗斯驻扎 这一奇怪的行为也引发了外界的多种猜测 甚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怀疑是美国资助瓦格纳导致了他们的反叛 对此总统拜登也在今天正式出面回应 国务院也表示这起事件的后续影响或将持续发酵 然而侥幸逃过一劫的俄罗斯总统普廷 则一步步开始求后算账 首先他感谢了瓦格纳士兵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没有自相残杀 但他也表示 这些将士如今可以通过国防部签订合同 继续为俄罗斯服务 或是告老还乡 回到家人身边 亦或者移民白俄罗斯从此离开俄罗斯国境 整个讲话中哪怕一次都没有提及普里格金的名字 话里话外都透露出要彻底整治瓦格纳拥兵团的态度 而瓦格纳此行最大的目标少议谷 则在今天依旧发布了影片 显示其访问了参与乌克兰军事行动的俄军士兵 虽然无法确定影片拍摄的日期 但他看上去也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 不过国务院则认为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 但至少这是第一次看到普廷的王座受到了直接的挑战 而普林格金本人则在流亡白俄罗斯后首次发布了录音 称自己的目标只不过是防止瓦格纳被毁 但俄罗斯国防部却想要他的组织不复存在 但如今目已成舟究竟他为何会在莫斯科城下止步 外界众说纷纭 但真相或许只有他自己才会知晓 全国各地今天有超过4000个航班被推迟或取消 因为强大的风暴和致命的龙卷风在东部地区肆虐 而在南方数以万计的人陷入了令人窒息的热浪之中 专家也提醒民众保持粮霜补充水分 避免对医疗部门造成过大的压力 印第安纳州居民乔尔麦考的家遭受到了龙卷风的严重破坏 而他则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和狗狗在家中的地下室躲过一劫 数十所房屋以及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公寓大楼都被无情的大风摧毁 周边几个州的数十万人失去了电力 许多人也依旧在等待日常生活的恢复 这股风暴目前正威胁着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 天气预报员说 从新英格兰州南部到卡罗莱纳州再到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 都有可能会出现破坏性的大风、冰雹和龙卷风 除了可怕的风暴之外 危险的高温也正在威胁着德州人民 奥斯汀紧急服务部门今天要求居民对他们的健康采取明治措施 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城市的医疗人员超复合工作 部分地区的气温则会继续保持在100度以上 天气预报中心说 越来越危险的天气条件可能会一直持续到7月4日独立日假期 灾难性的风暴已经造成数人死亡 气象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收到避难通知 一定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请尽快撤离 铁达尼号的探索之旅演变成内报意外 出世的泰坦号母船及帝王子号 24日返底加拿大纽芬兰港口 加国当局随即派员登船搜查 取得关键的通联录音档 加拿大皇家齐景则正在调查事件中有无触犯联邦或地方法律 以展开刑事调查 派坦号内报事件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潜水期发生了灾难性内报后 船上5人全数死亡 在距离铁达尼号500公尺处的海床 发现了泰坦号的残骸 泰坦号母船及帝王子号 24日返底加拿大纽芬兰的圣约翰港口时降下半期 对5名遇害者表示哀悼 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会同警方 登船搜索了数小时后 带走了大量重要物证 包括母船与泰坦号的通联录音 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将录音内容与美国调查单位共同使用 此外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宣布 已经对事故做了初步评估 倘若接下来掌握足够证据 就会确定立案调查 也就是说整起意外事故将演变成刑事案件 而美国海岸防卫队也发起最高级别的调查 动用一切资源跨国合作厘清事故原因 由于事发在国际水域加上残骸打捞工作 繁琐复杂 调查可能耗时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而目前有关泰坦号的设计 导致内爆的原因和爆炸具体发生时间都还是一个谜 德州州长德桑蒂斯 今天抵达美墨边境的德州城市发表演讲 期间他还指责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 都总是抱怨边境问题 但从未真正解决问题 也强调过多孕妇赴美身子 成了难民危机的原因之一 承诺只要自己当选 就将努力取消宪法中的出身公民权 长年以来 出身公民权都是宪法赋予美国人民的 一个重要保障之一 这项第14条修正案 能保证所有在美国出身或入籍的个人 拥有公民的身份 这也让不少孕妇前往美国生产 以让他们的宝宝能够带回一本美国护照 但明年的总统候选人德桑蒂斯 则认为这项政策存在巨大漏洞 强调不少孕妇通过非法渠道入境后 以孩子亲属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绿卡 他也指责这会成为非法移民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因此在今天的德州活动上 德桑蒂斯承诺只要他当选总统 就会努力终止这一政策 前总统川普在他上任之时 也呼吁过取消出身公民权的做法 但想要改变这条法案 就代表着必须要修宪 其难度之大 终其四年也没能完成 因此外界也普遍不看好 德桑蒂斯能代为成功 而除了上述问题之外 德桑蒂斯还在讲话中提出了30多个建议 其中大部分都与边境和移民问题相关 德桑蒂斯还在讲话中再次抨击了两位总统 称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都只会抱怨边境问题 但从来没有完成工作 然而正当德桑蒂斯今天早上发表边境演讲时 最新的民调显示 在其潜在的共和党选民中 平均支持率只为21.5% 远远落后于川普的52.1% 因此外界也认为 除非川普因为如今的多项指控遭受牢狱之灾 否则德桑蒂斯获胜的概率依旧较小 卖家超近人数获创历史记录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希腊当力事件25日举行第二轮议会选举 希腊右翼政党新民主党大获全胜 现任总理尼佐塔基斯将在未来四年内继续担任总理 他在圣选演说中表示 选举结果展示了该党获得了民众的强力授权 将尽快推出进一步的改革措施 希腊内政部于26日公布了第二轮议会选举的选票统计数据 结果显示新民主党获得了158个议会席位 在共300个议席的希腊议会中得票过半 得以单独组建新一届政府 上届政府总理新民主党党魁 基里亚科斯·弥佐塔基斯在圣选演说中表示 选举结果展示了该党获得了民众的强力授权 将尽快推出进一步改革措施 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增加了 我回应落实人民期许的责任 统计结果同时显示 主要反对党希腊第二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 竟获得了48个席位 不但未能实现上台执政的目标 还失去了30多个议席 总统拜登祝贺弥佐塔基斯胜选 他在声明中说 我期待着继续我们在共同的 优先事项上的密切合作 以促进区域繁荣和安全 在2009年爆发Jell危机之后 希腊政坛进入了动荡期 左翼思潮在激进左翼联盟 执政一届之后衰退 保守主义政策开始在希腊 获得更多民意的支持 与此同时 米索塔基斯以重塑国家信用的改革派形象 开始在新民主党党内 与希腊政坛中名声鹊起 他自2019年开始担任希腊总理 并执政至今 此前 希腊曾于今年5月21日 举行首轮议会选举 但没有政党获得超半数的议起 且少数党联合组阁谈判 在僵持一个月之后 也以失败告终 伊斯兰教圣地中心的天房外 昨天齐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穆斯林 因为他们一年一度的朝经之旅正式开始 沙伍迪当局表示 由于今年是自疫情以来的首次 完全解除限制 因此前往朝圣的穆斯林 或将创下历史新高 一年一度的伊斯兰朝靖之旅 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 昨天正式拉开了帷幕 前几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 人数一直都遭受限制 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 总计只有一万人到场 隔年变为了5.9万人 去年恢复到了100万 今年由于当局完全开放限制 预计参加的总人数 将会达到250万 或将成为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朝经活动 所谓的朝经 指的是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 所有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成年穆斯林 在其一身中必须至少进行一次 也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 他有几个仪式组成 旨在象征伊斯兰信仰的基本概念 追随先知莫罕默德的朝圣之旅 不过由于今年恰逢高温袭来 朝圣者们不得不在 接近110度的高温下 完成他们的挑战 沙烏地当局表示 三万多名卫生工作者 和数千辆救护车 已经随时待命 以用于治疗中暑 脱水和体力不支的朝经者 今年的朝经将从6月26日 一直持续到7月1日 宰生节的庆祝活动 则定于6月28日举行 虽然朝经是一项昂贵又困难的仪式 但它常常会激发许多穆斯林的希望 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来自世界上被战争贫困所蹂躏的地区 他们也会把多年来仅有的一些钱存起来 以达成他们的目标 上周来自叙利亚西北的朝圣者们 已经纷纷涌入了土耳其的边境口岸 野门人也达成着2016年以来的 首趟直飞航班前往朝圣 未来几天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 更多的朝圣者们将会踏上信仰 团结和复兴之旅 体现了伊斯兰极富有象征性的文化和传统 俄罗斯总统普廷24日签署一项新法律 将9月3日俄罗斯军事荣誉日的名称 改为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日 兼二战结束纪念日 日本对此提出抗议 秉承此举将煽动彼此相互对抗 俄总统普廷签署一项法案 将9月3日二战结束纪念日 改名为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 即二战结束纪念日 该法是对日本采取反俄政策的反制措施 俄罗斯国家杜马本月20日通过法案 将9月3日定为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日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 这项法案于2022年6月提出 此前的名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 没有提及日本 法律的解释性文件指出 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日本与西方国家联合发起对俄不友好行动 9月3日纪念日名称的改动是反制措施之一 对此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薄一今天表示 此项法令的通过不仅会煽动俄罗斯人民的反日情绪 也会刺激日本民众反俄情绪高涨 这是极其严重的 他称莫斯科的举动让人遗憾至极 并呼吁俄方不要在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不必要的对抗 松野薄一拒绝就俄罗斯通过这项法令的原因发表评论 但强调日本将继续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 并对乌克兰提供大力援助 在日本支持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之后 俄日关系开始恶化 去年3月 俄罗斯拒绝就包括南千岛群岛地位在内的和平条约与日本谈判 去年4月 日本在外交蓝皮书中 自2003年以来首次正式将日俄争议领土称为被俄非法占领的领土 今年2月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的议题对俄来说已经结束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过去的周末 周金山展开了一年一度的骄傲乐游行活动 数以千计的LGBTQ群体走上街头 展现自己最自信的那一面 市长伦敦布里德也表示 过去的一年中对同性恋的反对言论越来越多 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展现他们的团结 周金山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喜悦和活力 53年以来每年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人走上街头 参加这场骄傲乐大游行的活动 随着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 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攻击 许多人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团结和曝光度 与过去几年一样 旧金山警察局已经加强了对自豪乐游行的警力配备 尤其是今年全国各地反同性恋言论越来越多 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正在进行他的工作 并驳回了外界对他城市的批评 即使是科技群也都参加了这场游行 这是一个活出你的生活 合作你自己的最好时间 圣地牙哥于25日举办了北美狗狗水上跳远大赛 吸引了100只狗狗参加 其中一只是今年8岁的惠比特犬桑德斯 他是全世界目前能跳最高最远的狗狗 四主更是表示他要跟桑德斯一起继续挑战自我 缔造更多世界纪录 超过100多只的狗在山谷中心狗码头 参加这个北美狗跳水大赛 Lorel Banky是桑德斯的主人 他是一只八岁大的狗 就在去年秋天 桑德斯创下了垂直跳跃9英尺的记录 桑德斯今天跳了好几次 他跳了超过34英尺的距离 同时见起一道巨大的水花 这个9岁的孩子对这个活动竖起了两个大拇指 而现在桑德斯计划打破新纪录 说到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一 在纽约为您报导 今天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一美股走势震荡 纳指跌幅较深 今天开盘时市场在密切关注的是 周末俄罗斯局势的动荡 以及美联储的最新动态 股指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而走势不一 而本周是6月交易的最后一周 投资人在抛售今年表现 优于大盘的科技股 这使得纳萨克中和指数 盘中开始就下跌了约1个百分点 而科技巨头的回调 是纳指大幅下跌的重要因素 今天包括了NVIDIA Alphabet 还有Meta Platform的股价都是走低的 均下跌了超过3个百分点 另外特斯拉的股价也跌了约6% 主要是因为高盛以定价不利为由 下调了这家电动大厂的评级 高盛的分析师周一 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表示 我们认为该股现在已经很好的 反映了对公司增长潜力 和竞争地位的长期积极看法 而上半年即将结束 即使在上周市场反弹停止之后 市场的其他部分 仍然是表现相当出色 在上半年 主要股指是连续了多周的涨势 我们看到标普白指数呢 在上半年是涨了约13个百分点 道指呢 截至目前是上涨了约2个百分点 而今天收盘时股指最后是收低的 道指收盘小跌了12点 最后收报在33714点 标普白指数跌19点 报在4328点 而纳指则是跌了156点 最后收报在13335点 今天没有重大的经济数据 在各股收集方面 首先来关心的是 美国电动车新创公司Lucid 交易代码LCID 接收盘时股价上涨了1.46% 收报在每股5.55美元 英国的豪华跑车制造商 Austin Martin在周一表示 将与电动车的新创公司Lucid Group 签订战略供应协议 生产高性能的电动汽车 两家公司已经同意 要达成整合和供应协议 这将使得Austin Martin 能够在其纯电动车上 使用Lucid的技术 包括了动力系统 还有电池系统 消息传出之后 Lucid的股价在盘中 一度上涨了超过10个百分点 再来关心的是 制药大厂辉瑞公司 交易代码PFE接收盘 股价跌了3.68% 收报在每股36.89美元 辉瑞药厂周一表示 将放弃实验性的肥帕和糖尿病药物 Alutane Lipron的开发 转而专注于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辉瑞目前正在致力于 拓展前几相当光明的减肥药物市场 而辉瑞公司表示 在临床研究期间 实验室的结果显示 患者的肝美水平升高之后 该公司将会停止这款药物的开发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 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 6月26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